等他眼睛一好 一出院 我就准备结婚了 结吧 家里老爷子和梁思雨的工作 我都做好了 他没意见 就是说你想到我走了一步 当然 我还想到你依然不冷静 华硕眼睛伤了 又是你姐夫给弄伤的 你心里怎么能过去这个坎呢 似乎只有跟华硕结婚 不管你们有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 也许等他眼睛好了 再过个半年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但我相信 你等不了半年 还是你了解我 那我祝你们幸福 你们俩怎么样 挺好的 这几天一直在这边忙着 都没顾得上去看他 挺好的 没事的吧 他 没事 我就是关心一下 没别的意思 我知道 没事了 放心吧 谢谢 以前我们俩 一会儿过日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得 特别少 挺对不住你的 挺对不住你的 干嘛呀 现在跟我说这些 完了点吧 对不起 你总得让我说出来 要不然我心里也不痛快 不用 都过去了 不说这个了啊 你 你好好的 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再见 小姑娘 我现在向你求婚可以吗 要真的你别笑了 我是说如果你 不嫌我比你大那么多 很快就会变成个小老头的话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不愿意 为什么 我知道 你是出于内疚 才想跟我结婚的 不 是因为爱 我眼睛 我眼睛好好的时候 我说想跟你结婚 你都觉得咱们 还不到结婚的时候 现在 我的一只眼睛瞎了 你别胡说 你 你哪会瞎 你不会瞎 暂时瞎了 你觉得 一只眼睛的滑鼠 会比两只眼睛的滑鼠 更有魅力 更可爱吗 我相信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需要同情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我的丈夫跟我结婚 是因为同情 而不是爱情 要不你可一辈子都不结婚了 那下来我注意啊 刘彪 刘彪 你来来来来 都这儿了 来来来 莫先生 嗯 这主意是跟你想的 你也把眼睛逼着 你也把眼睛逼着 走 走 走 你现在从这儿 往门口走 你看你能不能 走成一条直线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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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回来吧 那怎么 距离感不对啊 啥距离感不对啊 我跟你说 这祖师一致念经 跟两致念经的区别 知道不 你 你刚才思维一下 你知道了吗 现在人家华大夫啥干什么 老刘啊 以后再上火车的时候 你就思一下 你就向他华大夫 提醒一下自己 不能再火了 千万不干再火了 不火了 真的不火了 再也不干火了 一号 你所拨打的电话有问题 我帮你 沈航 收到信息请速回电话 没有你的消息我很担心 祝福 你 我 是 赵局长 我来是跟你交接一下 把这些钥匙给你 这个是办公室的钥匙 这几把是大昂贵的钥匙 还有这几把是抽屉的钥匙 放着吧 沈杭同志 我会通知后期的钥匙 你会坏死我的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 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 我很担心 就想过来看看 有什么可担心的 没什么 沈杭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是非常非常烦 我也知道其实我帮不了你什么 我 我是想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相信你的 而且 我 我 我希望我能够 其实 没什么 刚才你也都看到了 不错 我现在是有点烦 对不起 张剑 要不你先回去吧 好吗 好 那你自己都保证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女人看见他倒霉脆弱的一幕 钥匙 钥匙代表着权力 郑杰正好看见了沈杭交出办公室钥匙的一幕 这错伤了沈杭的自尊和面子 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间 这成了一道高墙 华硕 华硕眼睛的受伤 是人生交给梁国辉一道难以解答的习题 沈杭的离职对于郑杰来说又何尝不适 离了婚的两个人同时纠结于新的困境 所谓走向新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也许 这才是人生的真相 华硕队已经提放毕了我 帝人 帝国平 帝国平 我们下期这次的一期 责任 是 这次的一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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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来的总不是时候啊 我每次来都看不着华硕 他是不是躲着我 进来又能走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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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